我呢其实在这十几二十年上课的过程中 也有很多最常说的话 其中有一句叫80后是悲剧 90后是悲剧中的悲剧 00后我都不敢看了 最开始没有00后的时候我不提 后来说00后不敢看了 为什么我觉得80后是悲剧 90后是悲剧中的悲剧 00后不敢看了 因为中国的年轻人本质上说呢 是中国改革开放 这么一个产物最大的 真正的牺牲品 就是中国现在的年轻人 我在中国国内的时候 一直认为中国有两个核心性问题 才是整个国家改革开放以后 最急迫最重要解决的问题 一个叫生育 一个叫教育 教育为先生育为后 教育生育 只有这两个问题都解决了 才能把整个国家 从未来可能出现的很多陷阱中 怎么样捞出来 让了十几年很可惜 没人听得懂 可能我讲的东西太复杂了吧 有可能 也可能是中国国内的政府官员 和所谓的教育专家水平 太烂 都有可能 两个因素 所以天天嚷嚷天天说 但这两个问题 一直都没有得到中国政府 应该有的重视 最终呢 现在看到的结果 就是中国这一代年轻人 和以后所有 我们看得见的三代到五代的年轻人 都会成为整个中国 整个中国改革开放以后最大的牺牲品 很多年轻人的家庭会成为什么 叫我们叫 我个人叫秦朝始皇帝家庭 社会上叫什么 叫秦氏家庭 对 什么概念 就是二代而亡吧 三代就已经死了吧 被抓了 砍都死了 二代而亡 秦二世 紫英 所以大家什么意思 就是没有后代了 就到这一代 很多中国年轻人就全亡了 是他们想亡了 不是 是改革开放这个逻辑和过程 导致他们必须亡 那么这些悲剧中的悲剧的 90后和我连看都不敢看的 00后的群体 里面有多达50%以上 看看这数啊 特别00后 那50%都不止 60 70 什么意思 多达50%以上的人 不存在什么穷二代 贫二代 什么光二代 富二代这种概念 50%以上的人不存在了 为啥 因为没后代了 就这一代 父母生到这些孩子 甭管你是90后 00后 就这一代了 这一代就绝肿了 就没后代了 所以那自然这些说法 什么二代 就没这说法了 而00后呢 在中国社会上出现的 可能比较严重的一个场景 就是空巢独身者 不是空巢老人啊 空巢年轻人 空巢独身者 年轻人 就这些人的人生轨迹是什么 最多就上个大学 大学出来以后不工作 不结婚不社交不运动 天天就是在家里 混吃等死 空巢独身者 如果你在国内的流行 媒体平台上 甭管是官媒还是自媒 做一个测试 问一下 是否赞成年轻人 这一代中国年轻人 就不该结婚 不该生育 不该工作 做一个测试 不该承担任何年轻人 不该承担任何家庭责任 跟社会责任 必须完全躺平 才是最重要的选择 那你要是让大家 分年龄阶段 去回答这个问题 大概率 00后 中国的00后的年轻人的答案 会让我们这样的老人 特别吃惊 因为大概率 中国年轻人的答案是 完全躺平 不该结婚 不该生育 不该工作 不该承担任何家庭 和社会责任 才是正确的 可以试一下 其实年轻人 不是这个观点 你测试 你都不用测试 他们已经用自己的真实行动 来回答上面这些答案了 2016年到2021年 这仅仅是什么 不到六年的时间 2016 2021 2016年 还不是一月份开始算的 这有数据统计 中国结婚的人数 整体下降了多少 百分之四十左右 但新生儿的人数下降多少 百分之四十多 去往上查一下 官方数据 是不是 16年到2021年 新生儿人数下降了百分之四十多 日本用了将近四十年的时间 才新生儿数下降了百分之四十 中国用了六年时间 就让新生儿的数量下降了百分之四十 我们厉害吧 我们厉害吧 也就是我们是日本的六倍多的速度 人家四十年才下降百分之四十 我们六年就下降百分之四十 那相对应了 没有新生儿 是因为很多人不结婚 结婚也不生孩子 根据2021年的统计 中国一二线主要城市 四十岁以下适合结婚的人群中 一二线城市 这都是核心城市 发达的 单身率超过了百分之六十五 其中北上广深这四个一线城市 试婚人群中单身率超过了百分之七十 最有意思的是深圳 深圳以百分之八十五点四五的单身率 位列四大城市之首 所以如果你正好是深圳的朋友 你正好在听我这个 那你也可以评论一下 为什么深圳的年轻人都单着 是根本就不想找 无所谓 还是不找 不能找 找不到 大家也可以自己去聊聊 都单着 大家能想到可怕不可怕 这是四十岁以下的 试婚人群都单着 中国二零零五年的时候 我们百分之五十 当年结婚总数了 接近百分之五十 就是四年 叫二十到二十四岁结婚的年轻人 那时候适合生育 结完了可以生 也就是二零零五年的时候 中国结婚的人里面 百分之五十左右 是二十到二十四岁结婚的 而四十岁以上结婚了 已经很难生育了 才占百分之三点九 但是到二零二一年的时候 中国三十岁以上结婚的人 三十岁以后才选择结婚 就占了总人数的百分之五十 这都快快快 三十五就不适合生育了 而四十岁以上才结婚的人 占了结婚总数的百分之二十以上 也就是二零二一年的数据 四十岁以下结婚的总人数 根据我们二零二一年 国家统计的七百多万对 但实际上四十岁以下结婚的 连六百万对都不到 那你看生啥 然后更有意思是根据这个数据 目前的数据的平均值 这个结婚的这些人 就是我说这六百万不对 不到结婚的人 百分之四十的夫妻是不会生孩子的 现在那寥寥无几生的孩子里 百分之四十到四十五是二胎 也就是有百分之四十左右的夫妻 结婚也不生孩子 这个趋势是直线向下掉 而且下面再看 我们现在零零 等到过十年一零的时候 这个悲剧就更明显 直线就掉到底了 直线就掉到底了 因为一零年今年也十二岁了 小学已经毕业该上初中了 有的快小学毕业了 为什么导致这种 整个的婚姻跟生育的惨剧 就是我刚才说的 教育问题没有解决好 就俩教育生育 由于教育在前 教育问题没有解决好 就成为现在整个年轻人这种悲剧最大的罪魁祸首 至于这个数据 你愿意粉饰我也不管 我建议所有人看看趋势 看看这个曲线的趋势 看看加速度 别一听别人就告你十年平均值 五年平均值 您就看看这几年 19 20212这三年四年 这个加速度是个什么样子 对 这个原因是啥 我跟大家讲一个很逗的事 我们中国人最自豪的经常说什么 说我们用30年的时间 走完了发达国家200年才走的路 确实 2021年中国的成人化率就达到了64.72% 几乎赶上了这个世界所有发达国家 上世纪60年代到70年代的水平 而这些国家走到64%65%左右成人化率 都花了不止200年的时间 所以按照中国目前这种增速 中国2025年成人化率就能达到70% 已经达到了现在世界上发达国家的入门水平 现在大家可能可能没有想过 西方国家200年创造的 就是甚至于是300年创造的 政治经济社会人文在发展历程中这么大的东西 特别是经济上的很多指标和技术上的很多成果 被中国人改革开放用30年创造的奇迹 快速追上了甚至有赶超的可能性 那这个会引起来的好处看得见 但是我们大家知道人生都是平衡的 那有好处就一定有缺点 这个缺点会是什么呢 我给大家举一个老百姓都能听得懂的例子 如果有一个叫中国的学生 入学很晚 年纪很小 那入学 在一年级入学的时候 发现欧美这些学生已经高三了 要考大学了 大家知道这个差距有多大 多大 12年 可以12吗 12年 但是当欧美的学生在大学里上到大二大三的时候 回头一看 这个叫中国的学生越级 这个小孩子已经上到大一了 对 这个时候我们知道 历史上所有这种快速越级 12、3岁、14岁就上到大学的天才 在中国历史上有没有 有 到现在为止 这种天才 不是真正16、7岁 那差不多了 是12、3岁、13、4岁就上到大学的天才 有 报纸上去找好几个呢 最后没有一个有好下场 都很悲惨 为什么 因为这个人的成长 他不仅仅是大脑学习聪明不聪明决定的 还有你跟着社会发展的人生观 世界观 价值观的建设 实践 还有你在人际交往能力 社会生存能力 跟各种需要生活的复杂能力的培养 综合化指标来决定你未来能够走到哪一步的 但是对一个大脑很聪明 善于学习的小学生来说 如果不能有跟他配套的 人生观、世界观、价值观的建设体系 帮助他这么快速的去建立 也不能有配套的人际交往能力 社会生存等各种能力 跟他配套的专门的学习跟实践体系 这个学生就是因为大脑聪明擅长 是正常人根本无法感觉的 这个就是中国历史上那几个超级聪明的学习天才 十三四岁进入大学后 为什么百分之百全部折戟沉沙的原因 因为人要活下去 不仅仅是需要大脑特别聪明这一个因素 就可以保证他能够活下去 所以中国用了三十年时间 在什么经济啊 在什么现代化建设等方面 走完了别人两百年的路 我们都说哇上海你看这个高楼大厂 你看这个现代化程度 比纽约还发达 对啊 比什么伦敦还发达 但实际上意识着中国整个社会的变化的速度 在三十年的时间达到人家两百年才变化的速度 是人家这些国家的六倍七倍 甚至于十倍二十倍 那么这个时候大家可能没有想过 这个问题就很复杂 我只讲教育的问题 只讲教育 哪个环节都面临的是这样的问题 今天只讲教育 那这时候中国政府和整个教育界 就应该想得到 中国这种快速的社会变化 已经对于这些 在这个社会成长长大的孩子 要产生超级大的压力了 传统的教育已经不适合 在这么飞速变化的社会里 因为他们什么都看得见 什么都感知得到 他们的老师也在飞速变化 思想也变化 他们就不再适用任何传统的教育方式 来让这些孩子成长 要释放压力 而不是给予压力 因为这时候社会整体传导的压力 这么大压力 你看很多年轻人现在活着 任何幸福感没有 中国抑郁症患者超级多 现在你看看人家给中国 可能有将近30%到40%的人 是能够确定的抑郁症患者 那你想想这个社会 对 所以在这种情况下 这是官方数据啊 私下我相信死的比这个多多了 但是没有人懂我教长这么多年没有人懂没有人理解 就是教育要变化要研究如何让孩子在这种快速成长中适合社会快速成长 家长快速变化思想老师快速变化思想的合理的教育模式 大家应该明白我说这个意思 对啊 我不明白没有办法 因为我这个 大家有瞎听 不明白就瞎听 因为我觉得我讲这个概念可能有点太悬之又悬了 反正我这十几年来到处去讲这种概念 包括面对很多教育的专家讲这个概念和逻辑 我的感觉大家都听不懂 所以也可能就我自己一个人有脑子里有东西 但是语言这个东西太匮乏了 我没有办法把它变成一个大家都懂的东西 我觉得这种快速的社会变化发展导致的超级压力 最终传导到为新智未成熟的孩子身上是很可怕 对啊 从学习到就业 甚至从幼儿园就开始 对吧 别输在起跑线上 所以这个时候小学中学按照传统的学习方式 中学大学按照传统的学习方式 大学按照过去的与社会脱离的单纯的基础知识 跟僵化知识的教育方式 那最后结果是什么 过时的太快 社会发展那么快 学到的东西几乎90%甚至100%快速过时 但是快速过时跟以前无法分辨是否过时的这些传统的东西 累加起来 最后实际上就让这些孩子从进幼儿园到小学 就已经不是在学习了 他们实际在工作了 虽然他们接受到的东西90%甚至100% 在未来毕业之后因为社会发展那么快都是无用的东西 因为是太基础跟太僵化的东西 这个东西很容易让老师搞 但是对于孩子屁股都没有 全是垃圾跟废纸 那么他们一直在这个垃圾跟废纸学习中而到最后期 结果就是发现全是垃圾跟废纸 无用 但是这个过程中 这16年12年的基础教育 也就是这个小学初中高中 到四年大学的基础教育 16年就把很多人都折磨疯了 他们在这个过程中实际上就是在工作 就是没工资的工作 每天在重复甚至于叫谋生在重复很重复的工作 没有让他们发展 然后呢就是在这种海量的快速增加的且无用的这种知识的学习复习 补习考试周而复始的这种循环中 把自己所有年轻人应该拥有的所有的其他生活全挤没了 等到大学真的毕业 经历了最少16年超高压力 学习式工作经历的孩子们 对吧 16年小书中 再说12年大学4年 这个时候压力 让这些年龄还是孩子的年轻人 其实经历了这么压力山大的16年 本质早变了 折磨的一塌啦糊涂 我心里很残破了 对 他们本来应该经历的是16年很幸福的学习生活 孩子学习放松幸福 养精蓄锐 大学一毕业开始什么 养精蓄锐 环筷着过种幸福从下塔冲入社会 准备大干一场的 但16年 16年 激发了16年 已经把所有的锐气都磨没了 当终于不用无偿工作 准备走入社会 逃开学习的牢笼 想体会社会的幸福生活的时候 结果突然间被社会 打击的更惨 30年时间走完200类道路的社会 那压力得多大呀 社会变化得多大呀 除了最底层最低心的 这种谋生式工作 剩下你说学生找工作的时候 那结果基本都是灰心丧气 于是大部分人就 经过这种16年折磨 放弃对社会美好生活的期盼 开始继继续读研 然后甚至于读博 逃避嘛 这么几张自己晚一点进入压力更大社会 反正这一项也有压力 也不能活着 没心的工作 无薪酬的工作 但是那一项压力更大 你看这人生给人一点喘气的机会都没有 那19年之后呢 中国经济这么不景气 飞速下滑 这时候导致就是年轻人看的越来越多 收入却越来越少 现在年轻人少到什么程度 给大家讲一个数据 真实数据 天津是中国的直辖市 你们知道天津的工资水平 2021年才多少钱 告诉大家 天津工资的平均中位数 一个月4200块钱 那25岁以下年轻人说 为什么展老师25岁以下年轻人 20%的失业率 这么高失业率 就是官方数据上 实际失业率可能40%到50% 25岁以下年轻人 在天津的工资中位数 才3900到4000块钱 想过吗 他们从幼儿园出来 一直到上大学要花多少钱 先不说买不买房子 要花多少钱 出来工作 一个月3900块钱 租完房子 吃完饭 啥都没了 所以中国快速的改革开放 所有形成的社会上的繁荣 没有一丁点带给这些年轻人 美好的生活 从最小的时候不输在起跑线 开始拼杀 等16年日夜不息的学习结束之后 等待他们的是更残酷的社会生存压力 所以就是什么 985211的博士竞聘城管去找工作 985211的硕士竞聘街道居委会的工去找工作 那越来越多的本科呢 本科都找不着工作 这现在叫什么 叫自由职业 自由职业者 多好听的名字呀 所以呢 这些孩子们的心太累了 对他们来讲 什么国家腾飞 经济发展 社会发展 人口红利 与我们什么关系没有 我们的生活一直都是灰暗的 不管外面发展的再好 我们经历了16年甚至20年 亚历山大的无幸福 学习生活之 学习工作方式之后 然后呢 然后进入到一个更复杂 更看不见希望的未来的社会 我也不知道 刨去了房租和我这么拼命的干活 未来能有啥 啥都没有 本来我是应该在一个 叫充满梦想的幸福的玩的过程中 拥有我教育的19到20年 现在啥都没了 那我问大家 如果是你 你觉得你会是什么心情 然后呢 看你的东西还给心里的扭曲 增加了一个更大的一个 一个锤子 各位改革改革40年 中国某些领域超级发展 高楼大厦 到处都是 赶上超过了很多发达国家 大量的富豪500强涌现 对啊 那么多政府官员 家里都无限有钱 那对立的呢 对立的是我们大学毕业出来以后 对这些学生啥都没有 然后对立的是整个中国 像李克强总理说的这种局面 一半人左右 月收入在1000块钱以下 整体的社会 大部分人的福利待遇 工作待遇很低 中国政府有关部门的数据表明 中国有10亿以上的人 连飞机都没坐过 你看30天改革开放 那么多有钱人 11亿都没坐过 13亿人 一共12.6亿人办护照 其中还有4000到5000人 没出过国 13亿人 如果中国有14亿人多 13亿人都没出过国 所以你说这种反差 给心里啥扭曲 所以现代化大都市 确实很大 有钱人很有钱 媒体上那么多人 包括那些漂亮姑娘 生活的那么好 年轻人进入社会 面对的只有无限艰辛 跟全无希望的工作 拿着微博的紧购 糊口的待遇和工资 他们每天看到 听到经历的都是什么 都是折磨 是超级撕裂 所以为什么选择 老子不干了 躺平了 破罐破摔了 随便了 我相信如果我们 是他们这种经历 经历 这么十几年下来 我们也可能差不多 其实中国的教育 应该是从小 以思维模式的训练 社会环境的适应 身体的锻炼 这些东西为主 快乐教育 知识学习为辅 因为知识变化太快 所以呢 少学最基础的学了 就完了 其他不要学 然后大学以后 以融入社会 各种相关领域的 应用知识的学习 社会直接学嘛 实践技能的培养为主要 不要搞那些烂七八糟的东西 那个东西都是 现在教育的一个利益链形成的 为什么让大家支持 因为利益 如果我说让大家 思维模式 社会环境的这种训练 身体的锻炼为主 上大学以融入社会应用 能力的知识 实践为主 很多现在教育的历练就全被打破了 大家都挣不着钱了 跟医疗一样 所以为了挣钱 怎么办 就把所有的孩子 首先政府很蠢 所有教育专家很蠢 然后再加上这么大的利益链在里面 这些利益链是以中国一代 甚至几代 甚至十几代 后代 整个国家的未来为基础的利益链 然后这种模式呢 已经走了三十年了 所以这就是我说 80后是悲剧 90后是悲剧中的悲剧 00后我不敢看了的核心原因 教育现在才做啥 其实都来不及了 真的来不及了 年轻人的人生经历 跟目前中国社会发展的现实情况 经过这十几二十年 真的让很多年轻人 已经对人生失去了希望 你开始给他们讲希望 六岁可以 八岁可以 他们听了二十年的希望 跟自己的实践对应 一点希望看不见 你让他们还怎么信 这一代年轻人 特别是00后 已经无法从目前中国社会的任何环节中 能够体会到什么叫幸福 什么叫快乐 对他们来说 他们无限希望自己这一代就是最后一代 不想把这种痛苦再留给下一代了 早死早脱身 所以为什么我说真的这一代年轻人 90后00后 就这些年轻人 可能是中国这么快速社会发展 然后追求经济利益 没有人明白三十年完成200年的路会 到底有什么变化和有什么困局 最后这么一个社会形成了一个真正的牺牲品 最后呢 我还说一个旁贷说个其他的 为什么我说中国没有企业家 所有现在甭管国企民企大老板 都是拉关系走路的上去 没有本事 原因就是中国当用30年时间 完成别人200年路的时候 那别人这200年所蕴含的资源 蕴含的关系 蕴含的财富等等 释放出来只在30年释放完成 所以对于手里有权利 资本红利这些人来说 他们太轻松就可以在 你30年有200年的机会 太轻松就可以挣着钱了 啥真本事都不需要 中国老话叫什么 小财靠勤劳 大财靠命运 所以这时候这些企业家赚钱 不是真本事 不需要懂得财务知识 商业知识技能 命好 赶上这一拨了 封口了 对 所以呢 什么叫猪都弄起来 那猪自然环境能起来吗 猪怎么能起来呀 封口了 再蠢有权利 拉上关系 有资本能投进来 就挣钱 但是2019年开始了 我为什么喜欢王兴那个话 大家知道我从19年一直在说王兴那个话 对吧 19年是过去时间最差一年 未来时间最好一年 中国发展权下来了 命没了 好运用光了 那这个时候做生意要靠真本事了 你看看这30年没人有真本事 大家不需要练的 对那没了呢 速度全下来了呢 那这时候靠国家经济发展命运运程起来的老板就都是狗屎了 就只能慢慢完蛋了 就只能慢慢完蛋了 没有真本事 人生就是这样的 很公平 导致最终回来说一下 今天时间比较长啊 耽误大家时间了 导致社会上原来多年轻人躺平的原因其实是很多很多的 但是最主要的就是我说这个由于教育导致的压力太大 时间太长了 这是我最核心的思想 今天只讲了影响教育年轻人的一个方面 时间短 所以呢我还只是把作为主席讲了 把很多东西都略去了 所以今天话里面有很多不严厉的地方 但是我觉得我把主要东西说清楚了 对于不严厉的地方 希望大家别太在意 好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今天有听我下vb 谢谢